哟 各位精神小伙儿 我是沫鬼呆 新闻片最新的一集看了嘛 小宇这个小年轻啊 因为沉迷丽儿 无心修炼 不是搭讪呢 就是偷窥 被小黑嫌弃 直接分头行动了 这时呢 小宇才想起来 修真者 那是在厮杀中成长的 那说到厮杀呢 不如今天就讲一讲 在和水莽战斗中出现的一个细节 荼毒 在动画中 和水莽的战斗过程中呢 小宇的匕首不小心沾染了水莽的毒素 这一幕看起来就很像古代的武器荼毒是不是 而相信大部分观众在玩各种游戏的时候呢 多少都接触过荼毒这个技能 命中敌人后呢 就会给敌人一个debuff 也就是负面效果 让敌人呢 持续的伤血 这种持续掉血的伤害呢 也叫做DOT伤害 那么艺术来源于生活 这种情况在古代是十分常见的 古代的战争啊 其阴损程度远超大家的想象 而战争过程中 为了取胜 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手段 使对方捡猿 始终是战略上的首要任务 比如说 烧粮仓 让敌人饿死 比如说 给水里投毒 让敌人毒死 我个人很喜欢的获去病呢 就是因为这种阴损的招数 被收割的性命 而真正的正面大规模冲突发生的次数 反而比较少 大部分呢 都是分开骚扰 看看敌方哪里比较薄弱 那么在侦查骚扰的过程中呢 如果想做的让对方捡猿呢 给弓箭箭头上面涂毒药就是不错的选择 原因呢 有两个 一名弓兵的成本相对较低 古代金属提炼比较费劲 打造近战兵或者是骑兵 成本都很高 但是最简单的弓兵 只需要金属制的小箭头就可以 第二呢 古代医疗水平较低 中毒之后比较难以治疗 如果中毒的士兵 由于战后感染 在自己的兵营中死去 还会提高感染的几率 很有可能呢 无形中就团灭了一个小部队 所以荼毒呢 就成为了古代必备的一种战争技能 而毒素的提取呢 基本分为两种 植物毒素提取 以及动物毒素提取 在古代 提取这种毒素 又有非常大的困难 提取难度 实验品数量不够等等 都是原因 所以呢 在古代战争中 最常见的荼毒是怎样的呢 那就是沾上粪便和尿液的混合物 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 伤口通过粪便感染后 致死率非常高 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 OK 以上就是本期的大爷说星辰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